其实如果长时间不更换空调滤芯除了会影响分量的大小 同时还会影响车内的自动效果 接下来我就把这个盖板拆掉 看完空调滤芯的安装结构之后你们就知道了 之所以空调滤芯需要定期更换 其实是跟内外循环功能这里关系 现在我们就看一下内外循环是怎么工作的 拆掉这个盖板 现在可以看到这么大一个口 外面的空气就是通过这个口进入到驾驶室的 里面这个就是安装好的空调滤芯 它的作用就是拨滤外面空气中的杂质汇成这些 防止它进入车内 接下来我们就开启和关闭内外循环功能 看这里是如何工作的 开启内循环 打开内循环 所以内外循环这个功能主要是控制空气条中的 当我们开启外循环时外面的空气通过空调滤芯过滤后进入到车内 然后关闭外循环后外面的空气无法进入车内 只有里面的空气在循环 大部分车前它这个空调滤芯都是在副驾驶手套箱这个下面拿出来 因为经常使用外循环空调滤芯表面存在较多的杂质时就容易产生堵塞的现象 也就难以正常的进行冷分的输送 同时也会减少分量 所以就会影响它的自能效果 所以我们还是要定期的清理或者更换空调滤芯 空调滤芯一般是一万到两万公里左右更换一次 具体的话就要看我们平时使用的外循环的频率 已经跑的路快了 你们明白了吗